演藝圈今年真的是喜事不断 另外小天后孙燕姿在母亲节这一天就要成为人妻了 她对婚事啊其实非常低调 就连喜帖也走仆素风 只见她封面上呢只印了一个双喜字 再加上一句简单的英文 而根据了解呢 孙燕姿自己只邀请了20多位亲友来参加喜宴 好姐妹蔡依林跟张慧妹都确定会到场参加 要终结单身 孙燕姿的好友歌迷都为她感到高兴 只是孙燕姿从上网申请结婚的消息曝光 到确定母亲节这一天要在新加坡六星级饭店艳客 都维持一贯的低调 甚至连最新曝光的喜帖也走典雅低调风 要说最俏皮最不一样的地方 大概就是这一个鞋贴的双喜字了 就是觉得没有想跟她特别跟大家分享 我也不想就觉得好像 不是人的事情 简单朴素的喜帖强调两人因为缘分相遇 现在32岁的孙燕姿和大哈两岁的胡须男男友 就要共结联礼 据了解孙燕姿不拍婚纱 喜宴也只邀请20多位亲友 不过确定演艺圈的好姐妹 蔡依林和阿妹到时候都会亲自到场 献上祝福